这马上再过这一两天 现在全社中小学正在 已经考完试了 正在进行期末 该开家长会就开家长会了 孩子们就要放假了 这一放假有一个问题就要凸显出来 特别是冬天的寒假 不像暑假 大部分时间恐怕待在屋子里面 那你说都胖成 万一开学一看 孩子们都变成小胖堆了怎么办 所以现在学校试 启动了一个无土栽培 比如说这无土栽培跟孩子们肥胖 这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是在启动仪式的现场 近年来青少年的肥胖率 是呈现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那么很多学生都出现了挑食的 不良的也是习惯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联合教育部门 特意举办了此次活动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让在春节寒假期间 学生们能够自觉地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机关 这个偏食 肥胖浪费这个问题 社会也是高度关注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这个广大 这个社会包括师生家长 要引起生死和我们那个共同关注 所以如何共同地为学生 上好这个食欲教育这一节课 补上这一节课 丰富它的内容 我现在是来到了浑南区一所小学的食堂里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方是工作人员无土栽培的蔬菜 那种类是非常多的 那离我最近的是绿生菜 那旁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奶白菜 而在后方是白菜 然后是川新莲 那工作人员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学生们了解 第一点这些蔬菜的种类叫什么 第二点是通过了解到这些蔬菜的生长过程 进而喜欢吃蔬菜 不挑食不偏食 让孩子能切身地在教育基地了解蔬菜 种植生长收获 加工制作到入口这个全过程的环节 身临情地感到这个食欲教育的这种乐趣 让他们从口感一直到回归到产生对食物的自然的感情 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活动是我们辽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教育部门第一次在沈阳举办的 那么在东北三省也是率先开展的 通过这一次的成功举办呢 在以后的工作当中 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会陆续的在沈阳市内多所小学全面的铺开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我们市场监管局对市民安全工作也放在市民安全的校园市民安全监管的重重之中 说这次启动仪式我们是为了加强这个学校身体安全营养健康这个管理工作 也是为了深化校园守护行动 更是为了改变儿童青少年不良饮食习惯 感谢观看